当时看了陈一飞的一句话 她说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停留在画布呢 那是非常影响我的 就是我一直在探讨的是 艺术跟商业之间它如何去平衡 就是让艺术走到生活里 我是来自澳门的刘新爵 也是青年艺术家设计师 还有艺术品牌的主理人 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 艺术和跨界的这样的设计 然后延展到服装家居 以及一些我们的艺术的图案的授权 它是能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可能今天是帽子 明天是椅子 可能是壁纸 也可能是沙发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瑜伽店 然后它里面其实是有贵州传统服装的版型 然后把它做成那个图案嘛 去融合到现代的我们这种运动的这种生活方式 当时就是把那些工笔画呀 再去做它的细节的一些提取呀 花这个对我来说我是有一种就是情有独钟的喜爱的 从小呢就是很喜欢不同朝代的侍女啊 包括她们的服饰文化 周访的粘花式女图 我会经常沉迷在室女上面的那些粘花 它的颜色跟人物角色怎么搭配 代表的那种东方的一些审美 我觉得都很影响我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立志要去考那个央美附中 然后再到中央美术学院 其实我当时是想考时装的 但是呢当时在央美附中的时候 没好意思考 是因为他们说 哎呀最优秀的学生应该是在油画系的 所以我就又默默地先考完了油画系 在圣马亭主秀的面料设计 我那时候特别幸福 就是觉得你已经考到了 大家所向往的所有的名项 你也到了就像Prada的女魔头的 最向往的杂志去工作了哦 结果你知道出来社会之后 你自己创业之后 你真的发现你自己一无所有 甚至是谷底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 我在没有掌握到这个渠道的情况下 我批量设计了好多的产品 就那个库存压的我自己是 有点处理不来 后面就当一个礼物去送 市场的需求可能是更重要的 从工作或者是在创业的角度来说 大湾区实在是很便利 然后你在中山在广东 供应链会相对的丰富 它也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些天马行空的这种创作想法 能更好的跟市场去接轨 它能落地 它是真的是能变成一个产品 然后再到一个产业 很多女性在创业 她经常需要像布导翁一样 平衡生活和事业 我其实更想是把我的品牌它作为一个疗愈系的品牌 时装雕塑手袋 它上身是一个礼服的一个工艺 然后它里面用了鱼骨一层一层的就是可以压缩的 大大的节省大家收纳空间的 最后的下一步我们就会把艺术的这种面料 我们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包包里面 我们希望它是一件软雕塑艺术品 生活中它可以当成旅行的一个包包 到晚上的抱枕睡衣我们都有设计 我希望它能传达出来是 它能陪伴每一个人在它孤独的那一刻 或者是它迷茫的那一刻 我们可能做一件衣服我们要打一个板出来 打样的成本开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人工智能 Mick Journey TrapGPT诞生 它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设计的整一套东西和创作 我可能就为它一些关键词和数据 根据它往年的这种数据库和我的一个概念点 你能输出很漂亮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送到3D的那一块的系统去 直接去润色 它直接就能出一套新的服装了 你都不知道是你画的还是AI做的 那什么东西是永远是取代不了的 一定是要有一个自己的一套审美的一个系统 我特别喜欢用毕加索的那套方式就是拼贴 你每一招你都用一下 但是你有你自己的一套美学的方式 这次在澳门回归25周年 我和国内的有一个团队 我们也策划了一个回归25周年的计划 它会是一个被封成的亚克力这样的一个雕塑 然后我们里面你会看到 大三八肯定有的 这个是东方阳塔 我们的许愿娃娃 任何的物件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作品 澳门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艺术博览会设计博览会都会在这个大湾区有落地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本土文化的一些输出 然后也能跟国内的这种成熟的产业链合作 它代表国潮出海 今年正值澳门回归25周年 那我祝福澳门在时尚和艺术这样的文化大舞台里 繁荣昌盛大放异彩